这几年,丫头娇在影视江湖上横行,上了年纪的演员还强行扮嫩演少女,注定就会被封叫。事实上,这无关性别,有丫头娇就有小伙娇。比如前段时间,年过六旬的马锦炮再次扮演吕洞斌,还被人叫小伙,就已经够讽刺了。如今,70岁的丫头娇教主刘晓庆再度扮演少女,刷新了观众的认知。 说到这里,很多人也许会疑惑,刘晓庆前几年不是出演过《少女》吗?是不是那一次的?还真的不是。早在二十多年前,九五版的《武则天》中刘晓庆就出演过一次《少女》了。电视剧中的时间跨度很大,需要将武则天从16岁拍摄到80岁。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,刘晓庆就已经成名了,39岁的他出演武则天,刚进宫的时候天真烂漫,后来逐渐黑化,权倾朝野。 他的演技是相当精湛的,虽然当时的技术粗糙,但是毛哥平老师的魔术化妆,李建群老师的服装造型设计。 武则天被刘晓庆演活了,不仅是刘晓庆,电视剧《大腕如云》,几乎是全员神仙阵容,颜值顶配,如平、爽姐、梁丽、苗姨一等人都贡献了荧幕的巅峰时刻。 喜欢古装的网友一定要看看这部剧,刘晓庆依靠这个角色再度翻红,也许是对自己太过自信。 这几年的影视剧中,刘晓庆好几次出演少女,都遭受到不少观众的吐槽。 在《隋唐英雄传》中,60岁刘晓庆出演过一次少女,在电视剧中,她穿着粉红色的衣服。 小21岁的郑国磷和她配戏,成为了名场面。 剧组曝光剧照,郑国磷拥吻着身穿红色戏服的刘晓庆,温柔称呼她傻丫头,挑战着观众们的接受程度。 纵然曾经风华绝代,却也经不起这么消耗自己,本来以为这就结束。 没想到刘晓庆又带来一部网大,再度扮演少女,如果不是刘晓庆的影响力,大概很多人也不会注意到这一部网大。 今年的院线电影打得火热,大多数都是一超多强的局面,与其冒着赔本的风险搞大制作院线电影。 不如在网大市场分一杯羹,电影《冰雪狙击2》是一部历史战争片,改编自《东北剿匪记》,这是刘晓庆出演的第一部网大《冰雪狙击2》中,她扮演的却是少女,和她搭档的是比她小19岁的王兴军。 电影中的单娘机智勇敢,财貌双全,刘晓庆毕竟是老戏骨老影后,出演起来还是游刃有余的。 更重要的是,年过七旬的她,拍很多的马戏和动作戏都是亲自上阵的,东北天气严寒,寒风中她穿着军大衣都让人觉得很心疼,刘晓庆风韵犹在,保养也不错。 然而,虽然精神可佳,但是人不能不服老,和王兴军在一起演情侣的画面,实则是很违和。 这也就算了,在电影中,刘晓庆还和张东山搭档出演妇女,而张东山整整小了她19岁,有一个片段,跌跌去世了,刘晓庆情绪崩溃。 花容失色喊了一声爹,本来是挺悲伤的一个重场戏,但原谅我不地道地笑了,两人的年龄相差太大,让人很容易出戏。 要说到扮演少女最为成功的,还要数潘影子了,她曾经49岁的时候,出演过《游龙惊凤》中的红服,就比男主要大很多。 但是在当时,竟然没有让观众们觉得违和,在剧中,她穿着红色的戏服翩翩起舞,是真正的洞灵女神,她可以演绎霸气的女皇,还可以演轻力脱俗的小龙女。 岁月不败美人,不是谁都是潘影子。 其他的女演员出演少女,就很容易被吐槽了,比如林心如、刘嘉玲、刘涛等人,几乎被网友吐槽了一个遍。 刘晓庆之前采访的时候说过,自己不能胜任的角色并不是很多,不管是年轻的、年老的、正面的、反面的都能扮演。 自信的女人最美,这句话倒是没有错的。 好的演员不仅需要演技精湛,更重要的是需要将她放到对的位置上,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。 刘晓庆这个年龄,可以尝试一些适合自己的角色,比如妈妈婆婆之类的,倒也不是很违和。 比如之前冯小刚的电影《北折南远》中,刘晓庆扮演的就是金晨的奶奶,气质形象也恰到好处。 虽然不是扮演少女,但是你能说她不美吗? 再比如,陶惠敏老师,90年代美得精卫天人,出演的《小白菜》一战成名。 江南女子的温婉清丽在她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 后来,她出演了《红楼梦》中的林黛玉,虽然名气不如陈小旭,但是也算是经典的林妹妹。 这几年,她再度出山,也只能去出演一些配角人物。 人民的名义平凡之路,悲伤逆流成河。 已经57岁的她,演母亲、演婆婆都得心应手。 连网友都调侃而媳妇,没有一个能超越她。 哪怕是和女主角搭戏,风韵气质也是不遑多让的。 你能说她不美吗?哪个女主能超过她? 76年的演员杨明娜,年纪也不算很大,出演的妖精妩媚风情。 她也在年轻的时候扮演过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婆婆,一头白发,格外沧桑。 在电视剧《笑傲江湖》神雕侠侣中,她出演的都是师娘,还被称为是最美的师娘。 更可怕的是,她还扮演过演过李信、戴娇倩、唐嫣、毛小彤等人的妈妈。 要知道,杨明娜仅仅比唐嫣大了七岁啊,长江后浪推前浪。 影视行业就是需要一些老演员做扶梯,来支持新人们成长的。 这是时代的趋势。 就像是冯远征老师说的那样,都想要演主角演少女。 那么,谁来演妈妈婆婆呢? 书来演妈妈婆婆,书来演妈妈婆婆,书来演妈妈婆婆。